相信不少粉丝看到标题都大吃一惊 作为德云社的一哥月云鹏 竟然不敢去小剧场说相声了 这让许多网友百思不得其解 近日月云鹏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 因为前几年月云鹏发布的新年愿望完成度不高 所以今年就直接以视频形式进行许愿 首先月云鹏先是回顾了一下 2022年月云鹏收获了两并斑白 然后月云鹏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写东西 答应了几个地方台的春晚 一个已经录制完成 还有一个正准备去录制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新年快乐 本来想写一个愿望清单 我翻了一下去年写的愿望清单 发现完成率非常的低 就简单的跟大家聊几句 首先真的祝大家新年快乐 2022过去了 2022大家我不知道收获了什么 反正我是收获了两并斑白 2023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 都能够平平安安 这段时间一直在写东西 然后答应了几个地方台的春晚 因为已经录了一个 然后马上要去录 随后月云鹏表示 在跟月嫂聊天的过程中 月嫂问月云鹏最近一段时间 为什么没有去小剧场 月云鹏则表示 跟大家说实话 我还是有些害怕 因为很久没有去小剧场 不知道如今观众的口味 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让观众更加开心 有些胆怯 但随后月嫂的回答逗乐了许多网友 月云鹏在跟粉丝们转述月嫂的回答是 不怕 我们是从那过来的 只要你用一颗真诚的心去面对观众 观众一定知道你在忙什么 听到月云鹏的转述月嫂却在一旁拆台道 我是这么说的吗 我说的是 无非不就是丢人吗 在最后月云鹏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念愿望 那就是在今年一定要多去小剧场演出 前两天跟我媳妇聊天 我媳妇说最近怎么没有去小剧场 我说 我跟大家说实话 我还是有些害怕 因为很久没有去小剧场 我不知道现在观众的口味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 能不能让观众们 更开心 我是有些胆怯 我媳妇说不怕 我们是从 从那过来的 然后 只要用一颗真诚的心去面对观众 一定 观众一定 一定知道你在忙什么 我是这么说的吗 你是 我说的不是 无非就是丢人吗 希望大家都能够 开个信心 就这样 今年一定会多回小剧场 看到月嫂亲自下场拆台 不少网友表示 月嫂不愧是月云棚最大的黑粉 拆起台来一点也不含糊 也有网友表示理解 时间长不去小剧场演出 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像刘晓婷的破包袱 在刚回归小剧场的时候 就有冷场的时候 孟赫棠在小剧场的时候也表示 回小剧场演出说话都紧张 嘴里就像半蒜一样 老回小剧场演出是说 好 对这个业务能力有提升 你看我这现在说话 我现在我都紧张 我都不会话说了 我又不是我这嘴里 都不是半蒜 只不过有点没想到的是 小月月居然也有害怕上小剧场的一天 不过也可以理解 这两年来 由于各种原因 专场开不了 太久没有登台了 难免会有点胆怯 相信有不少网友发现 今年的月云棚 除了一部电影和一个综艺节目外 并没有参加其他的节目 更多的时间是待在家里 努力地创作 许多网友也更加期待 今年月云棚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精彩演出 毕竟之前在小剧场张赫伦 已经将月云棚创作的歌声 飘过三十年中的一些包袱 展示出来 现场的观众反应非常热烈 来的 刚才这个班长说很精彩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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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云社小剧场开业时间也不算长 万一要是密接了还要耽误后面的行程 而如今 德云社的小剧场已经全面开放 相信 今年德云社演员们会有更多的演出机会 期望月云棚不要食演 多多的回到小剧场演出 相信 无论演成 什么样大家都不会挑离 毕竟多演几场就好了 而且在1月3日 月云棚已经抵达天津相声春晚的录制现场 不知道今年月云棚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我们下期再见